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不知道要不要去 他不知道他去了这个男生看到他会不会失望 就所以他的一个情绪在我这里 我感受到的是这样 那可能观众刚开始看的时候不了解他 所以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觉得很着急 就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一个女孩 可能是这样 但是希望大家看到最后 因为我们也很短嘛 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会恍然大悟 其实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在中间着急那段时间 也会给他朋友发信息说 那个我还是不去了吧 他会不会对我失望啊 就类似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虽然就短短的三分钟到五分钟之内的一个片段 对没有话 就是因为不能说话嘛 所以就没有讲话 然后全程就是眼睛啊 然后肢体的动作啊之类的 今天学到了从那个我们的手语老师那里 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 我爱你呀喜欢你呀就之类的 之前没有涉及过的一个领域 对 我特别佩服那些真的会好多种语言的人 但我 就我只是会模仿吧 但我也没有很精通 精通好多种语言的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那我不太行 因为我可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耐心去学一门语言 我不太动脑筋 所以我只要一要开始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我就会放空 就是整个就呆掉的那种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厉害 但是模仿我还可以 其实这次的主题是勇敢 然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每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勇敢一点吧 体现在很多事情上面 比如说前两年开始勇敢的自己去旅行 再更早就是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性格 因为我的性格不是一个能跟人去聊天的一个性格 我的性格其实特别特别内向 然后我也不太能适应就是迎合别人的这种感觉 但是可能这些年也是因为成长了嘛 在自己的环境之下如何去成长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勇敢这个词 好像一直都是还挺围绕在我身边的 一直在我耳边的这种感觉 因为从一开始出道就有一些杂志也是什么 无畏啊勇敢啊 就是以这种词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我的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人生词典里 它出现的次数会比较多 所以我一看勇敢 我觉得似曾相识 那我觉得我可以来试一试 其实说实话今天拍的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快的 然后其实还想再过瘾一点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其他演员的一些片段 看完我会觉得也有一些情绪张力很大的那种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的话会觉得 哇那种好棒啊 就是感觉一下你就能够把这个角色 要释放出来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了 其实我一开始会挺期待那种感觉的 因为我之前演的角色也都是喜欢一个人啊 或者去追一个男生啊 类似像这样的角色会比较多嘛 这一次其实我们导演有写完这个之后 他有给我再发了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 那既然这是真实的事情 我觉得会比我想要表现情绪张力要更重要一些 会让人更知道就是在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群体 需要我们去关注到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我要做的 我作为演员应该需要去给大家看到的 对 其实说实话我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我是那种很喜欢给自己就是有一个规划 就比如说我之前有说过啊 像我什么十岁到二十岁就学习 二十到三十就是工作 然后三十到呃什么往后再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对未来倒没有太多 就只是现在就卡死在三十岁之前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现在回头一想 我感觉现在还是二十一二十二 就是我没有太大的觉得马上三十岁会陷入恐慌啊 或者怎么样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会想要留下一点东西 在我这个年纪就未来翻看的时候 因为孩子们坐在那儿 或者说是我的子子孙孙 坐在那里 我会翻看说 你看我二十八是这样 二十九是这样 然后三十岁时候是这样 就我想有一些可以回忆的东西留下来 所以好像对年龄是没有太多的东西 但我对于回忆是更加注重一点 现在